快手拿果汁机搅拌奶泡 刮刀把冰沙装进杯里 椰子奶泡加上咖啡 这招牌野奶咖啡冰沙就完成了 从越南漂洋过海来到台湾 不过这小小一杯就要160块 价格是在越南的两倍 但价格没影响民众的长鲜感 平日下午排队要排超过一小时 长长人龙有多夸张 一路拿着咖啡走出店外 排队人潮蔓延两家店面 就要来一尝这特别口味 蛮喜欢喝那个咖啡野奶的 前天有喝过 然后今天也来特别喝 另一边还有来自韩国的巨无霸可送 刚出炉旁公公 简直不要太夸张 一整颗就占了半个烤盘大 放上托盘更明显 根本旁边小小迷你版的十倍 还附上整杯固态奶泡加上摩卡 你可以沾着吃也可以直接吃 咬下一口有够酥脆 一层层酥皮在嘴里化开 但实在是太大块 切成三块 一人一半感情不会散啦 巨大可送到底有多大 这三位美女切了这么多块 还是吃不完 特别切了一块要给我吃 那我现在就来试试看有多好吃 真的是酥脆又可口 今天来就是想要吃巨大可送 然后我们提前一个小时就来预订 咖啡厅可送航道店家说 每天限量30个 不到下午就订光光 而日本京都网红咖啡馆 也在中山装黄心店 台湾人真的太爱咖啡厅 十年来光是咖啡厅的数量 就增加了1.6倍 也难怪不知美式咖啡 日本 韩国 越南 都跟着抢进这块黑金市场 纷纷插起布局 东三台新闻 王家宏章军 台北下方报道